婆婆和其他家人他们都回沙特了 所以接下来的行程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安排和做主 一大早呢提着礼物去了五姐的房间 孩子们还没起来因为太早了7点多钟 因为他们差不多9点钟就有出发去机场 我得把提前准备好的礼物送到他们房间里面去 他们离开的比较早 所以去房间里面跟每一个人打个招呼告别一下 在特殊时期这两三年 每一次和大龙的家人团聚的时间都不算特别短 但分别的时候呢又非常的不舍 正是有很多的不便 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那种来去自由 也许每一次的分别都是在半年左右或者是跟久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 也无法改变现在的环境 那我们要学会适应世界适应环境 用一种可以兼容的方式继续生活着 还能喘着气就要心存感激 从小到大大龙和我都在教育我们的女儿要学会感激 感激拥有的和失去的 我们都已经过了那种喧闹和炫耀的年龄 也不会去期待周围人的回应和鼓励 也不会像年轻时的那股冲动会在意旁边人的褒贬 不会因为兴奋事处叫嚣 也不会低迷去祈求别人的理解 懂得要用诙谐的方式去经历人生 婆婆和小裤子离开了以后呢 我们的行程就非常的随意 就是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所有的行程的节奏就开始放慢 途径了一家专门做穿刺的店 看上去还挺专业很干净 然后我就推门进去做了一件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这个年龄会去做的事情 整个过程可以用惊恐来形容 因为里面的位置实在是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他会拿那么长一根针穿在我的鼻子上面 搞完了以后呢就想 又完成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 说的好听一点呢是敢想敢做 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继承了年轻时候的内口冲动 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在我的人生留下遗憾的人 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考虑一下 我做完以后我会不会遗憾 我会不会后悔 人最不需要介意的就是他人的眼光 婚后打鼻丁不是萨特阿拉伯的一个文化传统 单纯的就臭个美而已 不鼓励大家去做同样的事情 只是单纯拿出来分享一下 所有人的审美其实都是有差异化的 但我真的觉得美它是没有一个标准在的 谈不上跟之前一样的放飞自我的活着 心里的是我依然可以朝着我自己的内心 去一件件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你有什么事情想做还没去做的吗 散会